哈喽果子们好久不见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知男 本期的一开始呢 我们就看到了树洞里有一位小女孩双手抱息 显然她非常的担惊受怕 很可能她受人欺负了 这个时候有一位胖天使就看不惯了 出面她发射了爱心光波 结果呢 号召全森林的小动物们都出面 要帮助这个小胖妞走出她的阴霾地带 所有的小动物就开始发动了 请所有的妖魔鬼怪不好的东西全部退散 哎还真的有效耶 人家小姑娘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开始结交新的朋友了 和这个小朋友 他们一起逛庙会吃糖炒栗子 买了很多很多好吃子 他们一起玩 然后相互的鼓励说 胖友怎么样了 我们胖友没有吃你们家大米 可是我们很快乐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两位小胖妞啊 一拍即合决定 从此取下承诺说 我们就是最好最好的soulmate了 我相信啊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在交友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让你很不开心的朋友 但是大家不要灰心 我相信下一位的朋友可能会更好 我们不要总停留在过去 这也就是果子想对 所有的好朋友想说的话 祝大家天天开心 天天好心情 再见